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避暑山庄,这座清朝皇家避暑行宫,始建于康熙年间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大红牌扁悬挂在山庄正门上,避暑山庄似的大字据说亲自出自康熙皇帝之手。 但你可曾注意到,避字写错了。 本以为如此明显的错字,经过数百年和无数读书人的眼睛,早就应该改正了。 没想到这个字一错再错,居然就这样误传了三百多年。 这究竟是康熙的笔误,还是刻意而为? 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今天就让我们来探究一下这个三百年错字的奥秘吧。 康熙的避字谜。 康熙皇帝下令在热河修建避暑山庄,为了巩固北方边疆, 清朝在距离北京三百五十公里的热河建立了木兰围场。 皇帝每年都要带着大批官员前往狩猎。 为了皇帝一行的吃住,清政府在路线两旁修建了多处行宫。 热河行宫就是其中之一。 康熙十分喜爱热河的山水,便下令在这里打造一座皇家园林。 工程经过十年时间终于完成。 山庄园林布局精巧,融合了江南园林的技法,被誉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 当年监督此项工程的,还有康熙的心腹大臣张卫。 1713年,山庄正式开放。 康熙兴高采烈地,亲自为山庄提写了避暑山庄四字,高挂在山庄正门之上。 但是,众人却发现B字怎么写的与正字不同。 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康熙的笔物,也有人猜测,康熙别有用意。 据记载,康熙在纸上练了好几遍才提笔辉豪提写。 可见,他对这四字极为上心,字迹也十分囚禁有力。 怎会在这样重要的场合写错字呢? 但无人敢提醒皇上,这块牌匾就这样长期悬挂,直到今日仍未改正。 三百多年过去,这块题字一直是个谜。 康熙何许人也,又是一代文学大家,书法造诣高深,如此重要的场合怎会轻易写错字眼。 后人对此个执意词,有人说这是康熙的故意为之,暗藏玄机。 也有人认为皇帝笔下出错,再正常不过。 但无论怎样,这都成为成德避暑山庄一段传奇故事。 能否解开避暑字之谜,还有待时间证明。 康熙去世后,清朝皇帝每年仍要在炎热季节带领后宫, 前往避暑山庄避暑办公,乾隆时甚至扩建山庄规模。 然而,历代皇帝们也未曾提出修改避字的想法,任由这错字常存在。 直至今日,避暑山庄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赏这一人文景观。 站在珠红色的山庄门前, 人们仰视那被风吹日晒了三百多年的避暑山庄牌匾, 不禁想象当年康熙亲笔提写的场景, 并对那神秘的多笔画壁字呈现出各种猜想。 也许永远没有人能断定康熙笔下的争议, 但这份故事为这历史明沙平添了一抹传奇的色彩。 由一字引发的疑云, 也成为后人解读这位英明神武皇帝的一个窗口。 为什么会出现错别字? 避暑山庄是康熙帝耗费巨资新建的行宫, 也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场所。 然而就在山庄最醒目的地方, 正门牌匾上所书避暑山庄四字, 避字却多了一横。 这一看似错误的书写, 在三百多年来众说纷纭, 莫终一世。 有人认为, 康熙帝举世无双的学识是不可能犯错字的。 多出的一横, 其实是康熙帝刻意为之。 一说是康熙帝想表示自己无所畏惧, 必自本意为躲避, 表达自己英勇无敌之意。 还有一种解释, 康熙帝这是在警示臣子, 提醒他们在行宫办公期间要保守机密, 不要泄露国家大事。 这些解释都基于康熙帝故意改写的前提, 试图找出他隐藏其中的深意。 然而更多人认为, 这纯属康熙一时疏忽, 出现错误, 是在所难免的。 康熙帝久经沙场, 晚年备受功绩冲昏头脑, 或许也会有失手的时候。 而作为臣子, 哪有资格更正皇上的错误? 况且这又无伤大雅, 根本不必特意纠正。 这种解释, 则将多出的笔画, 看作是无心之诗, 不必过分解读。 不过, 仔细推敲康熙帝的学识和性情, 单纯的错误似乎不大可能。 毕竟, 康熙十分谨慎, 且极为在意遗文礼数。 那么, 康熙帝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 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见解。 他们发现, 毕字出现三横笔的情况, 在古代汉字演变中并非罕见。 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荀的这名书法作品, 《九成功礼权名》中, 毕字便是三横。 康熙或许是采用了这种古字形式, 出于书法创作的考量, 并无错误。 这一观点则从书法视角, 否定了错误的可能。 关于毕字多笔的解读, 各领域学者均有自己的推测。 语言学家分析, 毕字古时可作新简, 康熙可能是采用旧字的音译。 历史学家说, 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 重视边疆地区发展, 避暑山庄位置具防御意义。 他可能刻意警示当地民族保持谨慎。 工学家则强调, 避暑山庄建造需要大量将人参与, 康熙这样做是对工匠的提醒。 当代学者试图找出其中的奥秘, 但终究难以确证。 或许康熙帝本人也未曾想过, 一个多笔的毕字能引发这么多 关于历史、语言、心理的讨论与猜测。 他成为一个永恒的谜, 令后人对这位英明君主刮目相看。 避暑山庄见证了康熙时期清朝的鼎盛, 也经历了后世的衰落。 他就像一面时光的镜子, 让人透过一个字, 一座宫殿, 想象出一个帝王与他的朝代。 或许正因为他难解的吸引力, 才使避暑山庄成为举世闻名的历史遗迹。 他已经不仅仅是夏日宫殿, 而是承载满腔历史与故事的地方, 值得每一位游客细细探寻。 时过境迁。 三百余年前, 康熙皇帝亲自撰写了避暑山庄四个大字, 提在这座宏伟山庄的牌匾上。 如今, 这块牌匾仍然悬挂在山庄正门处, 历经日晒雨淋, 字迹依稀可变。 每年春去秋来, 成群游人来到避暑山庄, 都会在第一时间发现避暑山庄。 有的人摇头感叹, 有的人浮想连篇, 都对这个小故事兢兢乐道。 他们猜测, 这是皇帝的谦逊之举, 也有人说是后人故意为之, 无不引发感慨。 错就错吧, 历史的痕迹不该轻易图改。 这错字已成为承载历史记忆的符号, 提醒人们审视往事, 汲取智慧。 它教育我们不可重蹈覆辙, 保持谦卑学习的心态。 人生路上难免荆棘, 历史长河中也避免不了误入其路。 但真正可贵的是, 怀抱一颗自省谦和的心, 珍惜历史赋予我们的智慧。 这错漏的壁字已成为自我反攻的镜子, 督促我们不断进步。 时过境迁, 避暑山庄已非昔日就关。 但这块牌匾屹立依旧, 见证着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脉络。 总结, 历史是生命的见证, 它蕴含着千帆尽发的勃勃生机。 我们欧哥生命, 敬畏历史, 以感激的心态, 守望时光的变迁。 历史的真相, 可能永远难以完全破译, 但我们仍要尊重事实, 秉持理性, 谨慎看待那些难解的遗团。 历史留下的谜题, 有待后人继续解读, 以开启新的人知。 我们凝视历史, 为的是洞察生命。 而非单纯好奇或寻觅。 当我们理解历史, 不是为证明什么。 而是为了认识生命的本质时, 我们就能以更开阔的视野, 来审视那些历史谜题。 我们不必执着事情的真相, 而是抱着开放, 求索的心, 来接受历史的多样性。 也许有一天, 新的发现会让我们 对历史有更新的认识。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会继续用心 感受生命的韵律, 并真是历史留下的故事。 好了,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